蜂蜜是我们都喜爱的食品,它们美容养盐,清热戒度,乱肠通便,它的珍贵,古人们两千多年前就已很清楚,就连现代科学也正是蜂蜜的好处。 科研很低密度质蛋白的氧化,预防心血管疾病,而且颜色愈深,素含抗氧化物质的量愈高,而有助提升运动员的体力,也可加速运动后肌肉的恢复。 三,外用也有杀菌功效,将蜂蜜直接涂抹在皮肤上,可有效帮助伤口愈合,并减少病原体增生。 土耳其的研究更是指出,结肠癌手术后,涂抹蜂蜜制成的软膏,或许能防止肿瘤复发,可用来提高内视镜手术的安全性。 但是近年来市场上蜂蜜的真正问题,一直在困扰着我们,很多假蜂蜜,合成米进入市场,欺骗着我们。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,大卖厂与超市大约有七成的蜂蜜是合成的,都是一过糖将为主要原料,加入少许从泰国等的进口的便宜蜂蜜,以及大量人工香料和色素。 困充纯蜂蜜贩卖,有些大,更是连纯蜂蜜的成本都省了,全用过糖味基底,一架乱针,赚取暴力,如何买到纯正的蜂蜜? 许多人常有错误答案,例如真蜜不会引用蚂蚁,真蜜流速缓慢,用牙线挑起成球状,等。 但是,就理化特性来说,糖味组成,HMF强甲肌康旋含量,酵素含量,花粉丽含量都可辨识蜂蜜真假,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,最简便的是加水吸释法,要冷水冲泡蜂蜜后倒入水瓶内月半瓶,快速摇晃。 一,液体上曾出现大量泡沫,结酒就不会消退,有时泡沫可维持两小时之久。 二,液体部分显得混质,因为蜂蜜中含有蛋白质,花粉,胶质,但甲蜜不在泡沫上,容易消退,液体部分也很精彻。 三,冲热水后味道香甜带点酸味,因为纯蜂蜜含许多有基酸和酵素,但甲蜜只有甜味。 四,看蜂蜜是否结晶,也是判定蜂蜜真假的方式,蜂蜜中含有高量的果糖和葡萄糖,在葡萄糖含量高,水分少,温度低的情形下,蜂蜜就容易结晶,而甲蜜以果糖的主要原料,不会结晶。 辨试真蜜后,还可从色香味几点找到好蜜。 一,看外观,优质蜂蜜透光性强,杂质泡沫较少,不同花种的蜂蜜颜色也不同,例如龙眼蜜成琥珀色,荔枝,咸蜂蜜颜色较淡。 二文香气,纯蜂蜜有淡淡花香,不纯的蜂蜜则有人工香精味道。 三,尝蜂味,好的蜂蜜还在口中清爽香醇,咽下后口去留有鱼香,劣质蜜则没什么香味,或有酸败臭味。 最好提醒一点,因而不可吃蜂蜜,由于蜂蜜中可能含有肉毒改军的包子,一岁以下的幼儿免疫系统还未成熟,尝到无法抑制包子梦芽。 所以,营养专家提醒家长最好不要跟宝败喂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